很重要的 前面有同學講到就是說 我要管理 管理什麼管理不一樣的章節 像我們Java裡面有個Source 打開預設套件裡面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第九章 我可以建立一個套件 可以啊 你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先建一個什麼套件 套件名稱的話 比如說CH09 那你可以將來怎麼樣 把你的類別 建立在這個套件裡面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問題是這有什麼差別 打開來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他在 這個套件裡面 如果說你將來呢 你的類別是放在這個套件裡面 就會產生一個套件名稱 那對應到的話呢 第一行一定會有什麼 Package CH 有沒有 09 那如果說你 假設你這地方沒有的話 他就會怎麼樣呢 假設我這邊的話 把它save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就會產生錯 為什麼 因為 他是放在這個套件裡面 你也要給他什麼 開頭一定要是Package 這個套件裡面 否則這個類別會產生錯誤 差別在這裡 那再來 比如說你前面 比如說好幾個章節 像是第8章好了 你看這邊有錯誤對不對 那我可以獨立出來 給他一個 新建一個套件 他也可以啊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建立一個 CH08 那我要怎麼把它搬 這邊是空的套件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把它搬過去 車椅非常簡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